第二家醫院爆發群聚感染 還原當時的後診區案八八九和案九零八 只有前後排的距離 接觸時間只有十五分鐘 但雙方都有佩戴口罩 也沒有互動 究竟如何傳染 當然我們會希望這個感染 不要繼續擴大 所以我們有匡列的一些病患 而且我們現在消毒的措施 院方在事發後首度露面受訪 能做的就是努力圍堵 並做到消毒 究竟是真的被環境污染 還是在社區被感染 指揮中心比對兩人病毒 基因序列 答案就快揭曉 八八九九零八的定序 我們在進行中 那這裡面大概是 這兩個的關聯性 我們在今天講 大概已經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九 布桃從三號開始 將啟動清零計畫 全員工 包含外包人員 總共兩千六百六十三個人 要扣除掉綜合大樓 還有二月一號以後 解隔離的人 加上護理支架的員工 還有一月四號以後 就沒有到醫院裡面 來上班的人 總共扣除掉的是五百七十五個人 剩下的兩千零八十八人 將分五批進行核酸檢驗 大家看看還沒有 我們沒有注意到的問題 那再來看看這樣的一個檢驗結果 再來擬定 我們下一步的計畫 布桃十九位確診個案 目前有兩人住在嘉湖病房 而使用呼吸器的 則有四位 有中等肺炎的症狀 若未來沒再擴大 指揮中心希望清零計畫 讓布桃慢慢恢復正常